各位安安 大家早 歡迎回到萊拉希格納斯的房間 我是萊拉希格納斯 大家好久不見 過了快24小時啦 畢竟開酒吧嘛 有時候客人聊個幾句就沒有問題 偷聽客人講的故事也不是問題 所以呢 就想說 把這些故事分享給大家 有時候講一講 大家可能感同身受 說不定就有解啦 感情經驗零能聊嗎 沒有問題啊 這叫幫你打預防針 阿和老師教你 教完你之後出去把妹 哇 隨手都有啊 今天有女生碰到我 她是不是喜歡我 我覺得你也是需要實行再教育的一員 這個有點嚴重我要好好教 感情的問題一律建議分手 啊不是 感情的問題 一律建議 慢慢來啊 哪一次是順的 沒有一次是很順的好不好 我跟你講人生如果都是順的 那你就是順利主啊 沒有好嗎 比爾蓋茲都會離婚了 哈哈 只是一對情侶 通常都是男生來喝酒 一開始男生單身的時候就會在我酒吧喝了 我們就簡稱她A好了 她之前都是跟朋友來 到後面吧 就是有一段時間知道她喜歡一個女生 感情之力應該還算淺 然後她就蠻認真追那個女生 那女生要比她小一點點 然後我就覺得她有點暈喘 可是畢竟我是酒吧老闆娘 我不好意思直接跟她講 她的朋友後面 有幾次她不在的時候 她朋友就跟我說 她們也覺得她有點暈喘 可是那個妹妹又好像有戲 所以她們就暫時不管 但是到後面呢 她朋友就開始跟我說 她覺得不行 我就問她說 為什麼不行 她說有點太暈喘了 那個妹妹要什麼 她幾乎其實都賣給她 那個A呢 她有一天就帶了那個妹妹來 妹妹解成B好了 然後我就問一下她說 欸 所以你們現在是交往了嗎 那個男生 她就很靦腆笑不說話 我就想說 那應該是在交往了吧 然後那個女生也是笑笑的不說 結果後面男生去上廁所 我就看那個女生 我是無意間瞄到人家的手機啦 我不是很喜歡偷看別人的訊息幹嘛 她就背對我 然後在那邊滑她的Line 她在跟另外一個男生聊天說 明天要不要去哪邊看電影約會 我操 好吧 好啊 OK 畢竟不是我的事 我也不能說什麼 那個學妹回頭看到我的時候 就發現我剛好看到對到眼 然後我就 欸 然後那個學妹就 沒事啦 我跟她其實只是朋友 我說 哦 哦 只是朋友 那我看你們兩個剛剛還手牽手進來呢 我以為你們在曖昧還是怎樣 然後那個女生就說 哦沒有啦 就陪陪她 她說她最近不開心啊 之類的 就開始講 我就整個 哇操 完了 這個一定是被當高等工具在用 我就只要給她一個不施禮貌的微笑 那 A走出來之後 因為A喝的比較多一點 她就稍微有一點牽 她就這樣 然後 然後開始跟我講話 我就看那個女生也是 乖乖的靠在她旁邊 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毛病 就像情侶一樣自然 還記得把手機蓋背面 還不讓螢幕露出來 哇 看得我心好痛啊 那隔天換她的朋友來 我就問說 欸 啊你們怎麼沒有帶A一起來 因為他們去欠A 不要跟學妹在一起 結果他們就吵架 這邊給大家一個建議啊 再怎麼樣 朋友都是最永久的 撇除掉結婚老婆 我朋友都是最永久的啊 不要為了這種事跟別人吵架 可以好好溝通啊 你可以說我還是想試試看 那你都已經在她身上花那麼多錢了 你也看得出來感覺就是沒戲 這就是暈船暈泰師啊 你各位不要暈船暈泰師啊 那段時間的資訊就接收到那裡 再過個兩個多禮拜 我就看到男生走進來 臉色很難看 然後她朋友剛好也在 先看她點了一杯酒 然後她不太講話 跟我打一下招呼 稍微聊個兩句 還笑笑的這樣 我就問她說 上次那個學妹呢 你沒有再帶她來喔 然後她就說 沒有她跟別人在一起了 我以為你們兩個有戲欸 我還這樣子虧她一下 然後她就說 我後面發現 她已經跟另外一個學長在一起 在一起三個月了 好吧 她面有男色坐在那 然後她朋友在後面笑她 然後後面她朋友 還是把她接回去在一起了 果然我就說朋友才是最永久的 就去安慰她 各位知道了吧 要學會觀察是不是當工具 提醒一下各位 要當個迷眼人啊 不過說真的 不要強求自己特別去追女生 這種東西還是有點靠實際 當然可以多認識 但是不要像這樣盲目追求 女生看起來多認識 對你沒意思的話 會越來越容易判斷 我的觀點是 可以多聊天 不是只跟一個女生聊 你可以跟其他幾個女生 多互動一點 包括出去吃個飯啊 或者是出去一起逛街 不一定要兩個人啊 可以一群人這樣 我覺得可以多多的嘗試一起出去 一是你之後 也不會在約會 或者是幹嘛的時候緊張 第二個是 你也可以比較有一些好的經驗 包括你會知道 如何判斷那個女生 到底喜不喜歡你 有沒有對你有意思 還是他就把你當朋友 那紅SC怎麼辦 同事給我都是明知的選擇 錢乃害生之物 交給我萊拉幫你守著 這種會危險的事情 就交給萊拉來做 OK 考慮結婚我一律建議要同居過 這真的是重點 我覺得交往歸交往 你如果真的以後有決定 要跟這個女生走到要結婚的那一步 勢必是一定要先同居過 生活習慣一定會吵架 男女相處總是要磨合一下 我覺得不是只有磨合一下 我覺得要磨合很多 我先講好的例子 那個客人也會打LOW 然後那時候 我才剛營業酒吧沒多久 聽他們那群朋友會打LOW 我就問我要不要一起玩 剛好我的酒吧那段期間 我就放了一張LOW的海報 那時候有比電競世界賽的海報 我剛好拿到一張 我就把它貼在酒吧這樣 然後他們知道之後就邀我一起打 後面就是打LOW就認識一個新的妹子 就開始形成一個小組 常會一起玩 剛好五個人這樣 後面比較忙 我就沒玩 我就聽他們幾個一起玩 那那時候 除了我跟妹子以外 另外三個客人是男生 後面 男生A就喜歡他了 男生A就覺得他講話的聲音好可愛 可是他們也還沒有見過面 後面男生A就常常陪女生聊到半夜 什麼都聊都可以聊 常聊到凌晨四五點 那那時候我已經基本上 沒有在跟他們打遊戲 因為我在專心營業我的 接下來那個男生就跟我說 那個女生好像對他也有意思 他們後面來喝酒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沒關係就試試看 那個女生打的時候 也不是很像那種 騎士團的感覺 就是也不是很像公主啦 他也是蠻認真在聽的 也蠻認真在打的 他就覺得 那他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就也沒有給他什麼不好的印象 我只有跟他說 你就自己注意一點 多認識一下 有空就約出來 帶來我酒吧 一起認識 一起吃個飯也沒問題 我好像媽媽喔 怎麼會這樣啊 接下來他再過個快一個月 他就把他帶來了 他是剛好來玩 就一起來這樣 然後說 欸這就是萊拉 我就 欸嗨 萊拉阿姨 好啦算啦 以他的年紀叫我阿姨也正確吧 人家都才剛成年 哈哈哈哈 明明就是姊姊 之前有一起打過遊戲 就比較不會尷尬 他也比較願意跟我聊天 我就在男生出去抽菸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所以你之前有跟男生見過面嗎 他說 喔有見過一兩次 不過就是吃個飯也沒有幹嘛 我說 欸我看你們兩個氣氛好像不太一般喔 感覺不錯 我就稍微試探一下妹妹 因為我覺得說反正 我之前也剛剛打過遊戲了 應該還是可以稍微講一下 然後他說 欸阿你怎麼看 因為你們兩個年紀都還沒有很大 大家都還是學生 然後你們又遠距離 然後說 其實他覺得相處自然也好 啊之前其實他有跟幾個男生這樣聊天 畢竟 網友嘛 一開始一定都是當朋友啊 跟A比較聊得來 所以他就覺得 欸相處也不錯 可以見個面 那在這期間 其實他當然也有跟其他男生有去 稍微吃個飯啊 就是也是交流交流看看嘛 當然不是只給他一個選項說 欸你一定要選一個一個一個來試 他自己也是有稍微考慮過 覺得不錯 他就來了 跟這個男生一起來酒吧 順便看看我這樣 我當然是祝福你們啊 那你們之後有什麼進展幹嘛 可以再跟我講 啊請你們喝酒這樣 那妹妹也是笑笑 後面他們就真的是在一起了 交往 我也不知道現在交往多久了 不過他們到現在就都還在一起 我覺得這樣很不錯 因為他們是遠距離 變成是一個月 男生會去找他一次 然後女生會下來找他一次 就可能兩個兩個禮拜這樣輪流下來 男生是說他畢業之後 想去跟他一起住啦 我覺得這就是很好的例子 當然同居以後是另外一個時間 你們自己加油 哈哈哈 我覺得我們首要目的是 把自己過好 先學會愛自己 再去愛其他人 大家辛苦啦 訂閱按讚留言 開啟訂閱小鈴鐺 然後推特普浪 FB都可以加一下 那今天差不多到這邊啦 掰掰